大家好,昨儿个晚上我讲了一期稍微深奥一点的东西 讲土工,他是个高级骗子 他经常给你搞一套话术,把你绕晕了都 然后你就被他洗脑了 然后你还觉得他挺好,感恩戴德 比如昨天我们讲过,既要坚定不易的发展国有企业 也要坚定不易的发展民营企业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如果有直觉判断力的话 你就知道,他主要是想搞国有企业 因为国有企业好控制,就这么简单 就像有的人如果跟你说一句话 西包子如果跟你说一句话 说我们既要吃饭,也要吃屎 这时候你就知道,西包子肯定是想你吃屎 是不是,因为他要吃饭,你才能吃屎 是不是,这个道理很简单的 邓小平执行脸就是话术就这么过来的 最后关键时刻,就突然露出他的亲面鸟牙 傻雪上,是不是 你这个东西什么,即要反对什么 即要反对右,也要反对左 是吧,但主要是反对左 但是关键时候你就记住 因为他左这个东西贴了两次 关键时候,邓小平就是个左派 就是跟那帮共产党的左派 没什么任何谋区别,是吧 所以你话术很重要 就像土工他现在搞这个什么 就业这个东西是不是 你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 他就是看就业嘛 就业好,经济肯定好 因为大家都去工作了 他能不好吗 是吧 就像我们一个家里面 你养了四个儿子 他妈的四个儿子,晚云工作 每一个儿子都给你每个月上交 伯伯家里面就是什么呢 他们四个儿子,四个儿子 一个儿子都是壮汉 是吧 一个儿子二十多岁 都在外边工作 都在外边去干活 虽然那时候很穷很穷 收入极其的低 但是也家不住有四个孩子工作啊 是吧 所以他们家永远比我们家的伙手好 那绝对的呀 人手多呀 所以中国人为什么要生孩 生儿子 儿子可以干活 有腻小活啊 生女儿就不高兴 为什么呀 因为女人干不了种活啊 是不是不是一把好手啊 这是个非常非常肤浅的 一个经济学的原理 是吧 就业工作 就业 是吧 天道酬勤 有劳动才有所得 就这么简单 但是这些东西啊 在共产党的这个 话术里面呢 他就给你变了 比如说关于就业 关于失业 是吧 以前呢 我们叫做登记失业 你劳动局登记过的人 失业那才叫失业 那问题是没有登记 那就不叫失业吗 那他那麽不是人吗 话术而已了 最近有搞出一个新词 青年失业率 我去 一个人是青年失业率 完了以后 那就不是青年失业 他就不是失业吗 这都什么什么话呀 都是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我看到 有一个数据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跟大家扯不扯吧 这不是我编的 是这个什么 这个国内的 一些网易新闻 还有这个财新 还有几个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良知的 愿意说点实话的 放出一个消息 觉得很有意思 他也讲说 全国现在有五亿人 被迫从城里回家发展 城市已经架空的底层人 回家比城市更加难 这个话 他其实是虽然短短的 就是一个标题 也没什么内容 但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信息 首先第一 五亿人被迫回家 就意味着这个五亿人 在城里面已经什么了 已经失业了 这五亿人回家以后呢 就没有登记了呗 也不再是青年了呗 是不是回家就没人管了 回农村了呀 那失业率一下子 是不是就降低了 那显然不是嘛 是不是 所以五亿人被迫回家发展 就意味着中国有五亿人失业 中国的实际的人口的 真实的数据就是十亿人 是不是 所以这就意味着 中国有一半的人 百分之五十的失业率 你开什么国家玩笑啊 你好好的去有一名经济学 叫失业经济学 就就考从就业 从失业这个角度去考察 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准怎么样 凯恩斯老师写过一本书 是吧 就业工资 什么和货币 什么就业什么的 其中又讲了一个货币 和就业的关系 你看 你再这个 再邪恶的经济学家 他也得要考虑就业的 凯恩斯老师的意思是 发货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就业 你把这句话搞清楚 你不用读凯恩斯那本 非常深奥的 全数学公式的一本 这个经济学的著作 你就从标题 你能看得到 凯恩斯这个老师 他是个自由主义者 他是关心就业的 任何时候 一个经济学家 一个领导人 他关心就业的话 一定就是一个不错的经济学家 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领导人 美国 拜登他就不关心就业 川普是关心就业 所以你就记住 简单的直觉判断 有人关心就业 这个人是个好人 你想想你这么多人 你五亿人被迫回家 共产的跟没啥人似的 凯恩斯老师的货币就业 他的逻辑非常简单 我主张政府超发货币 超发货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在解约就业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 很有趣的 凯恩斯的一个比方 找一万个人 是吧 挖一个坑 是吧 要投资嘛 一万个人也需要生活嘛 是不是 完了以后再找一万个人 把这个坑填起来 然后大家都记住了 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搞呢 是因为我要增加 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 所谓的就GDP水平 是不是 其实你自己想想 它其中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 就是什么呢 我先解决了一万个人的就业 然后在 我像挖坑的时候 解决了一万个人的就业 然后我在填坑的时候 我又他妈的解决了 一万个人的就业 这有两万人的生活 家庭都解决了 那你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就业吗 不就是为了吃饭吗 所以凯恩斯老师和哈耶克老师 两个人打架的时候 吵架的时候 一开始吵的是不要不要的 这是两个人破口大骂 互相骂对方是宠货 但是后来 凯恩斯死了 哈耶克看懂了凯恩斯的话 他说凯恩斯无论怎么样 都是我最尊重的 我们这个世代最伟大的经济学的良心 为什么呀 所以他的重心是 关注普通人在一个时代 怎么去就业 所以货币它是中性的 是不是你把货币超发的 你解决就业你就对了 如果你货币超发 你搞别的幺蛾子 那就是个流氓 就是个畜生 所以我们也讲过一期节目 是吧 昨天刚讲的 所以土工包子里 他发货币 每一个月超发四万亿 他干嘛 他他妈的给军人去 免费医疗 免费养老 免费这个教育 他不管老百姓的死货 他不管老百姓的就业 军队这个东西 他又不赚一分钱 他是花钱的单位 是不是 你这么多钱你发出去 你不赚钱 你不解决就业 你总有一天 你池塘要干掉的 你不是开玩笑吗 土工包子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消息不得了的事情 全国近5亿人被迫回家发展 那就意味着50%的事业率 人类有史以来没有过 我告诉你 你去稍微了解一下 什么叫事业经济选 你就知道我都说了 说的话一点都不是吓唬你 然后城市已经架空底层人 也就是说 这你底层说白了 就是农民工嘛 是不是 还有什么人呢 所以现在城市已经没有 没有办法容纳农民工 去成立就业 这是个天翻地覆的 真的是一个 40年未有之变局的一个大的变化 不得了的事情 以后的农村人没有办法在城里生活 只能回到村里面 村里面根本就养活不了这么多人 你说会不会发生大饥荒吗 然后他第三句话是什么 回家比城市更难 所以我说过无数次的 说过无数次的 年轻人你一定要记住 苏老师说的话 我真不如忽悠你 打死不回去 打死不回去 人一定要生活在别处 人一定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把你的身上的比较的优势 发挥出来 把你的才华发挥出来 这是个经济学的原理 经济学 经济学出现的时候 第一个经济学就是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主要讲什么 讲分工 市场经济是有很多个 分工的秩序完成的 每一次分工的过程 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所以所有人在分工的过程中 找到自己工作的岗位 实现人类的福祉的最大化 是吧 第二个经济学是 也就是李家图 李家图著名的概念 就是比较优势 所以当我们说比较优势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在 思考国家的比较优势 比如中国的比较优势 就是人不值钱 是吧 廉价的劳动力 和廉价的土力成本 参与世界分工 所以中国赚钱了 比较优势 可是你一个人 也有比较优势的呀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你一定要琢磨 每天要照镜子 盯住自己看 你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这个比较优势 在你的故乡 在你的村里面 在你的县城里面 你是看不见的 因为他的人太少 是吧 市场的活动量太弱 你必须要去一个更大的地方 你才能发挥你的才华 就像我这个人 如果我不离开那个小县城 不离开那个所谓的市里面 那个屌丝城市 是吧 不离开省会 不去北京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的才华在哪里 你因为你自己一无所用 一无所有 你因为自己暖用都没有 不是这样子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 挥之不去的 宝贵的 不可复制的才华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使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 你一定要找到他 人生一辈子 最重要的找到他 我这辈子有的时候 我的过去的一些个长辈的朋友 有时候说些话我是记得的 我比如说我30岁还差几天 我准备过生日 我一个老领导老朋友又说 小河啊 他说你在40岁之前 如果你能够确定你这辈子 觉得做什么 你能够做点事情的 真的 这句话我记得现在 很重要的一句话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跟你点拨一下 你心里要琢磨 是不是 你一定要找到自己做什么 找到自己做什么 一定是你的比较优势吗 你能做你才能做什么呀 你不能做你做不了的 你以为我现在去当科学家 我做不了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我今天看的这个消息 我是有感而发 全国境5亿人被迫回家发展 城市已经架空 底层人回家比城市更加困难 网易新闻的标题 你自己去看啊 我没有忽悠大家 所以深层意识 一层别层吓人 明白了吧 谢谢